大叔按下手臂中的开关 指甲盖镜自动打开 露出一对USB接口来 但让他更没想到的是 手臂居然变形成一副高科技枪炮来 从里面吐出今早才喝下的味噌汤 大叔眼面沉思 误以为这一切都是幻觉 但手不触感的一样 让他按下了脖子底部的开关 瞬间就开了瓢 里面正有个核心装置 不停地运作着 大叔小心翼翼来到镜子前注视着自己 身体竟完完全全分解成武器装置来 这下他不得不相信身上的变化了 索性身体又恢复了原貌 与此同时 一位高中生阿浩正向好友炫耀着超能力 他将手指比成手枪模样 好友刚想说他幼稚鬼 只见远处的鸽子被阿浩稳稳击落 好友顿感震惊 为了更好地展示超能力 阿浩带着好友来到一处地下车库 紧紧用眼睛就扫描解锁了汽车 大手一挥就让车辆自己撞在一起 随即他就像大叔一样 在好友面前变成了一身机甲 他们两人原本都是普通人 虽然年龄相差甚远 但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都处在社会的边缘 大叔在公司里被受上司的挤压 动不动拿业绩垫底说是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可在家里也得不到家人的尊重 妻子与孩子都对毫无成就的父亲视而不见 唯一有所未接的只有一只捡来的柴犬 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一次健康检查中得知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 只有三个月不到的日子能活 看着空荡荡的通讯录 除了家人外 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吐露心声 但挨个拨过去的电话 妻子与孩子们无一人接通 到了晚上想要坦白自己的情况 可都被日常的抱怨声频频打断 只好作罢 直到大叔外出带柴犬去公园散步 遇上了同样孤独落寞的高中生阿浩 这时天空的一束强光 将两人通通照亮 没等两人看清楚那是什么 就被空中的物体所砸中 隐约之中看见周围站满了人形生物 等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昨晚的UFO和少年都已经消失无踪 回到家中也遭妻子一阵数落 喝尽嘴里的味噌汤竟毫无味道 只觉得口中特别的干渴 捧起自来水就畅饮起来 直到回到房间中 看见冒烟的自己 才脱下衣服 这才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他不知道身体究竟为何这样 再加上上司的裁员警告 更令大叔极度消沉 望着马路边奄奄一息的鸽子 抱着对弱者的同情 将他捧了起来 但放眼望去却如透视一般 一下子就发现了病因所在 一番能量传导 鸽子竟立马往好如初 从大叔手中飞入天空 心中的阴霾也随之烟消云散 通过声波远程接受 大叔从一位母亲口中得知 自己的儿子脑死亡变为植物人 医生都表示无能为力 他悄悄来到病房之中 重复刚才的操作 男孩竟缓缓睁开了眼睛 这如神迹般的举动 让大叔终于拾回了 人生存在的意义 但与大叔善良救人的举动相比 阿浩对于能力的滥用 则要粗暴许多 当他与好友来到学校时 教室里的坏学生又来要钱 这时阿浩警告对方 不要再欺负他的朋友了 这一勇敢的举动 让对方等人哄堂大笑 面对着坏学生的威胁 阿浩伸手握住对方的手腕 让同学向朋友道歉 瞬间对方汗如雨下 没有反击能力的同学 很快就服软了 但阿浩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他的好友很快站出来阻止了他 可阿浩却质疑朋友为他们说话 阿浩并非天生如此冷血无情 正是他有着一个不完整的童年 母亲每日每夜在厨房里打工 供他读书 而父亲因为别的女人离开了他们 虽然极度厌恶不负责的父亲 但看着活泼可爱 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 阿浩最终还是放下了手枪 回家的路上 脑海中不停回荡 父亲一家的欢声笑语 心中对父亲充满了怨恨与愤怒 而当强大的能力 附加到这样一个充满仇恨的人身上时 能力的反噬只是一念之间 他闯入了一户同样美满的三口之家 既然自己得不到的 就也要夺走别人的幸福 举起手枪对着三口之家连开了竖枪 而这里同样有超能力的大叔 却在医院里不断救助重病儿童 这是远处传来求救的声音 大叔一听赶紧朝声音的方向跑去 但开门进去后还是晚了一步 大叔抱起女人的脸想救他 却发现自己的超能力对死人没用 当他来到客厅时 阿浩直接给了他一枪 但没过一会儿 男人又复活了 这一则残杀新闻很快就上了电视 好友也隐约感觉就是阿浩所为 在劝他收手无果之后 只好与他绝交 很快警察们根据线索找到了阿浩 可阿浩不想在母亲面前使用超能力 所以他转身先跑离母亲的视线 开始在拐角处 警察们发出射击 其他人看到阿浩带有武器 于是余领反击 但简单的子弹对阿浩没有丝毫伤害 最后让他跑掉了 这样重大的恶性案件 警方毫无保留地公布了嫌疑人的信息 大批媒体记者围在他家的住处 可只有阿浩的母亲受到了舆论的谴责 母亲不停地向大家道歉 却换来了更猛烈的抨击 网上也传出了无数的辱骂 母亲当晚受不了无尽的谴责 选择自尽身亡 阿浩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一时间无法接受 翻看着网络上无数的恶意评论 阿浩通过能力传输 找到一个又一个在背后看笑话的键盘侠 在屏幕内头用无形之枪 击毙了现实中一个又一个的吃瓜网友 事态的升级 让警方为了消灭阿浩 派出了一支特种部队 当阿浩的女朋友起夜看到满屋的警察时 他本能地让阿浩快跑 阿浩则用身体护住了女友 转身对着特警疯狂扫射 特警全部重弹身亡 而他的女朋友也在枪林弹雨中不幸身亡 女友是阿浩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绊 现在女友的死亡彻底黑化了阿浩 他看着网友持续不断的恶意评论 于是投影在广场的大屏幕上 意图将这个国家的市民全部屠杀殆尽 他抬起手指 底下的民众开始还觉得好笑 可等他砰的一声 一个人倒下了 然后街上的人一个接一个的重枪身亡 下时间市民们察觉到危险所在 开始坐鸟受散 但凡有屏幕的地方 就是阿浩的射击范围 这时大屏幕切换成了好友的影像 向广大市民发出关闭屏幕电源的警告 原来良心不安的好友 与阿浩分离后 就偶然遇上了善良的大叔 不仅告知了对方关于阿浩的信息 还陪大叔一起练及 得知解决方式的众人 纷纷关闭手机电源 别无他法的阿浩只好来到屋底 启动了身后的重型武器 然后向城市里发出了数百颗导弹 跟随他的手势 演奏一出末日协奏曲 一瞬间城市陷入了绝境 一颗炮弹也不幸击中了 大叔女儿所在的大楼 而大叔也注意到了导弹飞出的位置 他们迅速过来阻止阿浩进一步破坏 但是阿浩根本听不进去 大叔眼看软得不行 只好来硬的 但是阿浩也是不死之神 怎么会受伤 大叔迅速启动飞行模式 阿浩紧跟其后 两人在高楼大厦之间辗转横膜 阿浩向对方发出无数枚导弹 都被大叔一一避开 此刻大叔听见了远处废墟中 女儿的呼救声 不愿与他继续缠斗 只想赶到女儿身边 但阿浩的穷追不舍 让大叔迎面撞上了一架直升机 幸运的是他反应足够快 及时握住了摄像师的手 当飞机即将撞上大楼时 他迅速启动飞行装置 以便安全着陆 可没等摄影师站稳 阿浩就又杀了过来 大叔迅速逃跑 阿浩又发射了几十枚导弹 一路追到了太空之中 阿浩抓住大叔的脖子 想给他致命一击 可以喷射的子弹却变成水 原来是刚才的饮料里含有盐分 导致设备出现故障 瞅准时机 大叔向阿浩也发射了几枚导弹 以为对方就这样领了盒饭 大叔赶紧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女儿 但就在这时 阿浩光着膀子出现 把大叔踢出了很长一段距离 然后对着他女儿就开了一枪 大叔冲上前阻止 可还是没能挡住击中胸口的那一枪 随即大叔被对方一顿暴揍 女儿看着痛苦的父亲 他女儿当着大叔的面 将他女儿给扔出了窗外 他想让大叔和自己一样 品尝丧亲之痛 这时大叔所有的能量都被激发了 他以雷霆之势冲向阿浩 充满愤怒的一击 使得阿浩的右半边身体化为碎片 随即冲下大楼救起了自己的女儿 事件平息之后 警方在废墟之中只找到了一堆金属碎片 不见阿浩的踪影 而大叔与一家人的生活再度回归平静 女儿也终于知道自己的父亲 不再是一个废柴打工人 而是新戏世界的英雄 电影的结尾 阿浩带着断臂再度回到了好友的房间 向他带去了最新的漫画 看着曾经的挚友 以熟悉的姿态面对他 两人重归于好 可转身之后 阿浩还是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 也许这个社会不再拥有他的一处席位 但他会永远记得 还有一位好友想着自己